另外在瑞穗芬住所7号傍晚 在赫岗村的安夜西产业道路上 蓝查到了一名王姓驾驶 他自称上午有喝酒 于是警方就给予酒册 酒册值打0.49驾之后 王姓驾驶却准备要开车离开现场 警方是自职之后 王姓驾驶却不从 竟然就当场的和两名园警 爆发了推及扭打受伤送医 招蓝查 卫系安全带的王姓驾驶 向远景自称上午有喝米酒 经远景失与酒册 达0.4超标 不过王姓驾驶这时却在一旁言语挑衅 现场气氛紧张 你请你配合我们哦 跟你配合 你会配合我们 OK 今天配合我们 虽然警方不断言语安抚说明 不过王姓驾驶不仅用手 推远景 甚至坐进车内想要开车离开 远景立即上前 制止仍不从 王姓驾驶居然就失控 与现场远景爆发推己 三人扭打成一团 制止的过程造成 王姓驾驶 头脸部擦伤 一名远景手掌挫伤 另一名远景则是脸部手部擦挫伤 通知119救护车到场将王姓驾驶送往玉里慈激医院治疗 在花193线到84.5公里处 发现王姓驾驶人驾驶自小货车 为西安全带 同轮便于瑞瑞乡安夜西路江崎兰茶 该驾驶自称早上有饮用米酒 请警方给予矿泉水漱口 15分钟后 实施酒测达 0.47 为施测后 王贤直逸开车离去 金字指人不从 所以远景发生推挤扭打 王姓驾驶酒驾呈一时之快的后果 最后遭警方依涉犯酒驾 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11月蓝瑞瑞采访报道